2011年1月 一名80歲的老大爺 被養老院直接送到了江蘇一家醫院的 重症監護室 俗稱ICU 當時劉醫師恰好在這家醫院的ICU 進行一年半的實習 劉醫師介紹 老人被送來ICU的時候 病情不算很嚴重 意識也很清楚 如果正常進行監護性治療 很大程度可以康復 只是他兩個兒子在外打工 不願回來 而ICU的呼吸機、強心劑等設備藥物 每天產生高額費用 出現了拖欠醫院的情況 電腦系統顯示 這位老人一共欠費約5萬元 劉醫師解釋 醫院搞科室績效制度 拖欠的醫療費用被攤在科室醫生和護士身上 從他們個人獎金中扣除 在這種制度的綁架下 醫護人員會主動結束病患的生命 他老人還是屬於那個子女不在身邊呢 病情加重送入ICU 基本上來說的話就是 如果家裡面小孩在外面工作 還是不及時交費的 全部都是瞇瞇瞇的叫他殺死了 因為我親眼看過的 那是我實習的時候 我記憶非常清楚的 劉醫師描述 大概是1月10號左右的早上 他到醫院比較晚一些 他看到老人床位的簾子拉起來了 ICU的副主任正在推藥 但是新店監護衣什麼的都撤了 劉醫師感覺現場不像是在進行正常搶救 就好奇的問旁邊兩個大夫 這是在幹什麼 但是他們假裝埋頭工作 摸不出聲 劉醫師又問了兩個在旁邊抬單架的人 卻只得到別多管閒事的回應 ICU副主任推完藥之後 老人渾身抽搐 呼吸機使勁的抽氣 劉醫師解釋 副主任當時用了兩支濾化甲 和兩支諾貝林 濾化甲加速心率衰竭 諾貝林使呼吸機能疲勞 兩者病用 可以讓老人猝死 老人死後被換上養老院買的獸醫 屍體拉到ICU的後門 走貨梯送到殯儀館 從我們原來實行的科試說 每個人臉上就非常平靜 比如說不經濟 我都不知道 而且就是他們 他們就是非常平靜 該幹嘛就幹嘛 心知肚明 但是心照不宣 你單架工在旁邊看一下 就是光看不見 單架工也就勸我嘛 因為這兩個單架工的他並不是壞人 他也就是被這個體制所綁架了 然後就說 你這事來說的話你也管不了 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關好自己就行 這肯定不是第一次 要是第一次的話 他不會有這種表情的 他就是爽裝 不知道 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劉醫師說 醫院這種輕車熟路的做法 已經形成一個體制 說的好聽是對病患實行安樂死 實質上是謀殺 在中國大陸醫院 類似的人間慘劇時有發生 《南方人物週刊》最近披露 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黨委書記、院長和紀委書記等人 壓制醫護人員吹哨正在傳播的中共肺炎病毒 還迫使他們在沒有防護的情況下暴露在病毒威脅下 導致幾百名醫護人員感染 四人死亡 去年6月 紐約郵報披露了一名中國瀋陽陸軍總醫院的實習生 被迫參與活摘器官的親身經歷 報導說 中共鎮壓法輪功後 醫院器官移植特別豐富的來源是法輪功學員